2月7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情况举行媒体吹访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副总领事戴双鸣,新闻组组长高飞参加了当天的发布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在讲话中 首先向所有医护人员和身在抗疫一线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张平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习近平主席两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对加强疫情防控做出全面部署 中国全力加强病例救治,检测全部疑似病例,收治所有确诊患者 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 中国采取严格隔离措施,有利阻断病毒传播和疫情扩散 张平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人的态度 向世卫组织及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分离的情况 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保持密切联系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合作 面对各种卫生防疫挑战,国际社会只有齐心协力 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才能战胜病毒,维护全人类的健康 疫情发生以来,领区各界朋友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慰问和支持 疫情也牵动着海外中华儿女的心 领区广大侨胞、中资企业和留学人员慷慨解囊 自发捐款捐物,全力支援中国抗击疫情 中方对一些国家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合理和必要的检疫措施表示理解 但另一方面,中方也不赞成采取过度限制措施 各方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冷静理性的方式 看待疫情和中方防控措施 应遵循世卫组织专业权威建议,不做出过度反应 张平还指出,近期出现了一些针对亚裔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言论 其中不法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恶意攻击和不实指责 反映出一些人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最后,张平还强调 中国有着抗击非典疫情和参与应对非洲爱博拉疫情的丰富经验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的坚强领导下 以及中国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及副总领事戴双鸣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 给予了耐心的解答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